大家好,我是陈岳 如果说美国总统拜登有什么缺点的话 那么我想主要就是两点 第一点呢,当然是他老人家的年纪太大 那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前不久他指控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杀手 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的回应相当有意思 他就直接说了一句,祝拜登身体健康 那么这其中的意味呢,非常值得大家去体会 那么拜登的第二个缺点呢 显然是他的国际关系的经验太丰富 大家一听好像觉得有点矛盾 既然是这个国际关系的经验太丰富 那又怎么会是缺点呢 或者说我们这么理解 拜登总统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运作 完全停留在拜登在青壮年时期的美国的作为 拜登呢,曾经是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 曾经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国会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曾经呢,对美国的整个外交事务呢 是几十年的时间都实际的参与 那么相当的熟练 因此他在留给他印象当中的美国 在全球事务中的这个做法呢 最主要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美国国力是史上最强 放眼四海,完全没有对手 所以当年的美国的外交战略 那当然就是全球战略 布局全球,这个进行全球执法 美国呢,也享受了全球的利益 但是拜登总统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和他对曾经美国的作为的经验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就是所谓的叫做今日不同往昔 美国如今的国力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支撑美国的全球干涉战略 那么就是说哪里有事情 都有他这个干涉一下 他就是这个插一脚 那么再从中呢去制造混乱 那么四处是三分点火制造矛盾 我们看到从德国的北七二号 对吧,那么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那么对法国的征收数字税 那么再到呢,对俄罗斯 这个多年以来的北约东扩 以及各种制裁的行为 以及对中国的内政的粗暴干涉等等 美国的这些作为 现在最缺的呢 其实就是美国国力的支撑 讲白了,这个梦想是很远大 对吧,梦想很美好 但是呢,现实呢,非常的残酷 现实呢,非常的骨感 我们看到从拜登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现在是四处放狠话 但是当老大又囊中羞涩 拿不出银子 或者是其他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么你让这些小弟们怎么跟呢 对不对 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恐怕是美国的小老弟们呢 都在掂量盘算着 这么跟着美国混到底 这个,那么最后最终呢 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看到之前 有澳大利亚 那么是一个前车之间 澳大利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不断的冲到最前面 各种美国还没有开展 所谓的制裁 澳大利亚就先来了 什么禁止使用华为5G 什么禁止华为的设备 甚至是华为的其他的 这个生意呢 在澳大利亚都受到影响 那么对中国展开各种舆论宣传 那么各种呢 这个跑在美国前面 搞到最后呢 澳大利亚现在这个整个的经贸呀 各方面在亚洲地区呢 好像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那么最新的就是前不久 因为所谓的新疆棉花等等 相关的事态呢 澳大利亚变得老实的多了 也没有再跟着英国 跟着美国 跟着加拿大 再去对中国进行 什么所谓的制裁啊等等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撤之鉴 那现在呢 又轮到了乌克兰 我们今天就来就着这个话题 结合因为乌克兰问题 而引发的一系列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这些争端 美国最新的动作 当然就是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而英国和波兰 那么这两个是美国的老铁啊 这个铁 铁小落地 对吧 那么跟着美国呢 做了一些动作 俄罗斯的也是发扬了人狠话不多的战斗民族精神 俄罗斯海军直接宣布封锁了克赤海峡 那么这个阻挡呢 舰艇的航行 乌克兰立刻就跳脚 指控俄罗斯违反国际法 我们看到白宫呢 对美对这个俄罗斯方面实施的制裁 那消息呢 是在白宫的网站4月15日发布的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行政令 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呢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指令就是从2021年的6月14日起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以卢布或非卢布计价的 俄罗斯主权债券的一级市场 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2家实体和个人 那么并且声称呢 这些实体和个人在俄政府指导下试图影响2020年 美国总统这个选举 以及呢 其他的虚假信息和干预行为 那么此外 声明还指出 美国正在驱逐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外交使团的 10名工作人员 也就是10个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官啊 被驱逐出境 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代表 当然是我们不知道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是美国方面所做出的指控 我们就引述来给大家呢 做个介绍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外交官而已 那么还是说呢 俄罗斯真正的情报人员 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过去的种种作为 在对外关系上 在国际关系领域呢 好像在指控别人的时候 经常会引述各种假消息 那么在这一点上 包括曾经新冠疫情刚刚起来的时候 香港的一些一个一个什么女士跑到美国去 就说呢 知道各种内情 到最后呢 就被证明 那么都是一派胡说八道 那么有些人呢 就是可能为了得到美国绿卡 或者是怎么样 不管什么原因 那么美国所引述的各种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证据 或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来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指控 那么很多时候都被证明 是胡说八道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入侵这个伊拉克 这个当年的那个一小罐洗衣粉 说是这个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说呢 当年的萨达姆呢 可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罢 反正呢 就是各种调查团 去到伊拉克找了很多次 据说据说 萨达姆和他老婆睡觉的地方 这个屋子呢 都把他翻了个遍 到头来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整个萨达姆呢 也已经对吧 这个 这个被美国呢 处死了 那么另外呢 整个政权也被颠覆了 美国在伊拉克也驻军这么多年 到头来什么也没发现 就是 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才会说 美国方面对俄罗斯指 这个指控俄罗斯方面的 在美国的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说他们是情报人员呢 我们坦白的说 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15日 就在社交媒体上 这个推特发了一个文章 说呢 今天美国对俄罗斯政府 采取的影响深远的行动 以回击其有害的行为 我们将继续要求俄罗斯 为其敌对的行为负责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了 美国的这个态度 显然俄罗斯方面当天 就立即召见了美国的驻俄大使 表示抗议 那这个对于外交来说 就是一个对等措施 我相信后续俄罗斯 还会有相应的动作 不可能不做动作 就这样 你把我的人这个驱赶了 我呢就好像只是说说话 俄罗斯的国家杜马 他的议会的下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切帕对国际文传电讯社 也就表示呢 俄罗斯将对美国宣布的新制裁 做出一个对等回应 如同我前面所说 那么俄罗斯会驱逐 美国大使馆的实名人员 那么这一点呢 我相信就是这个外交 特别讲究对等原则 那么因为呢 曾经在俄罗斯内部的一些 多个城市的抗议事件当中 俄罗斯直接发布了 这个不 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直接发布了什么抗议的路线呀 等等等等的 那么看起来是在干涉 俄罗斯的内政 那么这一点上呢 也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所以俄罗斯方面 也一定会驱逐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同时呢 克里姆林宫 在4月15日的早些时候 也警告说 美国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对俄罗斯普京 这个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可能举行的峰会呢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呢 就说两国首脑会见 是美国总统拜登的提议 最终将由普京来做决定 会晤是否举行 也取决于俄罗斯总统 这个佩斯科夫呢 还强调 俄罗斯方面谴责任何类似的制裁的企图 这是非法的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自身的利益 俄罗斯方面将基于对等原则 对美国进行制裁 除了美国的动作之外 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根屁虫 英国和波兰呢 也对俄罗斯做出了一些 象征性的制裁动作 当然我认为呢 这个是小事情 对吧 那么只是呢 跟着去喊一喊 不过呢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呢 看起来 这个新闻效果很大 什么几十年来 美俄关系历史最差 怎么听起来呢 驱逐外交官 什么情报颠覆 干涉内政 这所有的话语呢 在新闻的版面上来看呢 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就对彼此国家 比如说美国驱逐 俄罗斯的实名外交官 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和国家的实质性的伤害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关键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你到底会出多少力 讲白了 如果你今天美国 去帮着乌克兰 对吧 打一场战争 把俄罗斯给击垮 或者是呢 把俄罗斯的 在乌克兰的势力 把它清除出去 这叫出力了 对吧 出大力了 那么对俄罗斯呢 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么到头来 如果你仅仅是打嘴炮 制裁几个人 驱逐几个外交官 虽然呢 这个媒体版面做得很大 但是到底有多少 实质性的意义呢 对不对 那无非就是一个 宣示一个立场的作用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 你这个今天的乌克兰边境 一大堆的俄罗斯的军队驻扎 集结 那么对乌克兰形成巨大的压力 美国和北约 包括欧洲国家 不断的在乌克兰制造各种事端 给他打气撑腰 但是最终要死人的是乌克兰的军人呀 要打仗 要这个遭受国破家亡 遭受重大损失的是乌克兰的 欧洲的这些 美国的这些西方的势力 他可能就是这个打打嘴炮 卖卖武器 把你的国家掏空 然后就走人了 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 那么现在的乌克兰的喜剧演语 喜剧总统 泽连斯基呢 对北约 对美国和西方 是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的亲西方 那么美国真的会出兵 帮助乌克兰吗 我们先来看一看 俄罗斯的反应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交部 在4月15日就表示呢 俄罗斯以军事演习为理由 从这个下周起呢 就封锁客赤海峡 那么阻止其他国家的舰艇呢 航行直到10月份 那现在才4月份到10月份 还有个半年的时间 那么乌克兰就批评 俄罗斯的做法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准则和这个原则 强调乌克兰有权控制于 黑海有关地区的航行 那么乌克兰的外交部也认为 俄罗斯严重侵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保证的航行自由 指责俄罗斯不可以阻碍船只 经由国际海域 前往这个亚素海的港口 那么乌克兰呢 就促请国际伙伴 向俄罗斯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 要求莫斯科取消 封锁克治海峡的决定 并且停止加剧亚素海 黑海的这个局势 克治海峡 他不仅全部处于 俄罗斯的领土范围之中 而且还是连接黑海和亚素海的 唯一通道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每年呢 有超过九千艘的船舶 通过这一个海峡 航运呢 也是十分的繁忙 苏联解体以后 克治海峡的界定 一直是乌克兰 和俄罗斯两国激烈争论的问题 乌克兰方面也认为 必须根据国际法 划分亚素海 黑海和赤克海峡的水域 以确定相关国家 在该地区的主权界定边界 那么俄罗斯方面就主张呢 在亚素海和赤克海峡 只划分海底边界 那么水面边界不划分 俄罗斯方面还建议 把亚素海和赤克海峡 确定为两国的领水 那么由于 乌俄这个俄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分歧非常严重 虽然经过多次的谈判 但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在2003年9月29日呢 俄罗斯就以避免沿岸土地 遭海水侵蚀 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理由 开始在与乌克兰相接的赤克海峡 朝乌克兰边界方向 修建堤坝 工程开始之后呢 乌克兰方面不断向 俄罗斯方面提出交涉 但是俄方呢 都位于理睬 在2014年的3月4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 就封锁了赤克海峡的两端 2014年的3月18日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克里米亚当局领导人 签订了克里米亚 加入俄罗斯的条约 那么俄联邦宪法法院 19日就认定条约的符合宪法 那么普京随后就把条约 提交给议会审议 另外呢 普京下令政府部门 准备建造一座公路和铁路两用桥 横跨赤克海峡 连接克里米亚和俄南部的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 那么从而不必经过乌克兰 东部地区直接进入克里米亚 由此可见呢 赤克海峡可以说是乌克兰的伤心地 而本次俄罗斯对该海域的封锁 后续会发生什么 还真的难以预料 就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时刻 原本让乌克兰万分期待的 美国两艘海军舰艇 改变了进入黑海 给乌克兰这个撑腰壮胆的计划 掉头 哥们我走了 他就回去了 那么这一下再一次也暴露了 美国人在关键时刻 就会闪人的优良传统 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紧张升温之际呢 土耳其亲政府媒体在4月14日 引述外交消息的人士就说到 美国取消原定派遣军舰前往黑海的计划 美国军舰已经掉头 已经撤了 土耳其的每日晨报在14日就引述 相关消息的人士就谈到 美国大使馆已经就此事通知了土耳其部门 那些战舰现在在克里特岛进行下谋 克里特岛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岛屿 那么土耳其他的外交部4月9号就谈到 美国按照门特勒公约在15天前 透过外交途径通知土耳其 会有两艘美军的军舰经过海峡前往黑海 并将停留至5月4日 船只如果从地中海进入黑海 要经由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那么根据公约呢 两个海峡都是由土耳其控制的 那么条约也对经过海峡的军舰施加了一些限制 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一名官员在4月8日 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的就谈到 这个美国呢要派军舰去黑海呢支持乌克兰 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 之前的动静很大 但是看眼见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 这个局势呢越来越紧张 结果美国的军舰掉头了不去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把乌克兰赤裸裸的摆在俄罗斯的面前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不要说实际的出兵帮助乌克兰 连这样一个派两艘军舰过去转一圈 这个撑个腰对吧 撑个场面 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 那么你说让其他人怎么相信美国的这个口头承诺 这个嘴巴说的很好听 对不对 到头来你说驱逐几个俄罗斯的外交官 什么这个做一些这种小动作打打嘴炮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所以呢我们看到前不久 俄罗斯呢就把这个大兵派到了乌克兰的边境 那么虽然呢没有进入乌克兰这个境内 但是派到这个乌克兰的边境上呢 已经对乌克兰形成了一个严正的警告 就是乌克兰呢要加入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那么要阻止美国进行过多的干涉 同时呢利用压力 迫使乌克兰要进行谈判 赋予这个对涅兹克 以及呢卢干斯克更多的自治权 乌克兰东部这个分离分子呢 因为不满乌克兰政府亲欧盟的立场 2014年年初 一直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与政府军进行交战 分离分子呢 这个被指背后呢 与俄罗斯有关进行支持 分离分子呢被指在俄罗斯暗中支持下 举行了公投 通常该地区呢 成为这个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么俄罗斯2014年的2月13日呢 就合并了克里米亚 那么在此之后呢 俄罗斯就因为这件事情遭受欧洲和美国的制裁 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收手 对吧 避免真的被拖入一场战火 那么另一方面呢 美国在外交层面还在不断的操弄乌克兰局势 因为对于美国最为有利的情况就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种这个保持一种不战不和 不死不活 反正呢彼此消耗着 对吧 这样呢 美国呢就不断的打嘴炮 在其中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因此美国绝对不会实际出兵帮助乌克兰 但是美国会在外交和地缘政治层面 不断的操弄乌克兰的局势 因此我们就看到美国和北约在4月13日又打嘴炮了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要敦促俄罗斯停止在接壤乌克兰边境集结军力 停止挑衅并且呢缓和局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北约秘书长 这个斯托尔滕贝格 到访布鲁塞尔与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这个 这个会面 那么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布林肯指责乌克兰指责俄罗斯采取非常挑衅的行为 令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呢警戒 并且说俄罗斯的行为是不合理 令人深感忧虑 布林肯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个促请俄罗斯立即停止挑衅 并立即缓和局势 那么库列巴感谢美国和北约的支持 同时要求美国及其他国家向俄罗斯施压 表明对乌克兰的侵略代价将非常的沉重 克里姆林肯就表明 俄罗斯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随意的部署军队 并且指责基辅的行动 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俄罗斯方面呢自然也不甘示弱 俄罗斯国防部官网在当地时间的4月13日 发表了这个 和邵伊古在俄罗斯北莫尔斯克视察北方舰队的时候举行的工作会议 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就谈到呢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呢 当天就表示 俄罗斯北方舰队能够有效的在北极地区附近 反制俄罗斯已经存在的任何挑战和威胁 邵伊古还说 因为此时此刻 美国和北约正在往北极地区附近 主要集中在这个黑海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呢 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派遣海军陆军编队 他们加强了战斗演习的密集度 扩建以及更新了军事基地的现代化等等 邵伊古还强调说 世界主要国家对彼此 这个对争夺北冰洋资源和运输通道的竞争在加剧 美国及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将驻扎了共4万名的士兵和1.5件武器和军事装备 其中包括战略航空部队 那么邵伊古还强调 自2021年年初以来呢 美国向这一地区就是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方向派遣了空中侦察的力量增加了一倍 海上侦察呢 则增加了一半 那么北约每年进行多达40次的演练 同时具有明显的针对俄罗斯的倾向 而2021年的春天将举行的欧洲捍卫者2021军演呢 也是过去30年里北约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军演 邵伊古补充说道 作为俄罗斯检阅战备活动的一部分 俄军已经在三周之内将两个军的力量 以及三个空降兵的部队调往了俄罗斯西部边境 他们将在那里进行持续两周的演习活动 所以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呢 已经是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威胁谁了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他不断的进行东扩 进行这个东扩运动 那么不断的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对于强人普京来说呢 这个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 除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局势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最新的在亚洲地区 联合国最新呢 是对日本非法排放核废水的一个指责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已经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进行交涉 在当地时间的4月15日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了三位独立的专家 发表联合声明 对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 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 核废水深表遗憾 并且呢指出排放可能会影响太平洋地区 数万人的数百万人的生活和生计 联合国有毒物质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这个报告员马克思这个奥雷纳拉呢 这个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迈克尔法赫里以及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 戴维这个博伊德呢 在声明中就表示 将100万吨的核污水排入大海 对于日本国内外的有关人口 充分享有人权构成了很大的风险 专家们就指出 鉴于这种排放对于许多人的生命和整个环境 产生巨大的影响的警告 日本政府的决定非常的令人担忧 在当前的社区 尤其是2011年灾难中 遭受严重打击的渔民社区 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 邻国和民间社会 进行了多年的讨论和关注之后 日本政府仍做出这样的决定 由于专家认为 专家们认为 可以使用其他的解决方案 因此呢 这个决定尤其是让人失望 联合国专家向日本政府 表达了他们的关切 因为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 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造成潜在的威胁 专家们说 整个的核污水当中 可能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的 碳14以及490 还有呢 川等其他的放射性同位素 日本政府在与专家的通信中就表示 储存在水箱当中 经过处理的水 没有受到污染 然而专家们认为 多核素续除装置 未能完全消除 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箱中的 这个储水箱中的 大多数受污染水的放射性的浓度 他们说 首次使用该技术未将水的清洁度降至 规定水平以下 而且不能保证第二次处理就能够成功 该技术并未消除 这个放射性同位素 川或者是碳14 专家补充就指出呢 根据该声明 日本方面就谈到 川的含量非常低 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但是科学家们就警告指出 水中的川会与其他分子有机结合 通过食物链影响上移的这个 这个这个植物啊 驴类啊 还有人类 那么科学家就认为呢 川的放射性危害被低估了 可能对人类或者是环境 造成超过100年的风险 专家就表示 我们提醒日本旅行其国际义务 防止暴露有害物质 对排放这个核污水可能带来的风险 进行环境评估影响评估 那么防止造成跨界环境损害 并且呢 保护海洋环境 在2021年的4月15日 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吴江浩 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崔秀夫 就日本政府决定 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理 这个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废水 提出严正的交涉 吴江浩也指出呢 日本方面有关决定 致全球海洋环境于不顾 那么致国际公共健康安全 和周边国家人民的切身安全呢 利益于不顾 涉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那么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所为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做法 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吴江浩还表示呢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的责任 那么秉持科学的态度 履行国际的义务 一个是要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 整个事故废水的处置的问题 收回排放入海的错误的决定 第二个呢 是在国际机构框架下 成立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联合技术工作组 确保核废水处置问题 严格接受国际评估核查和监督 第三个是在同利益攸关方 和国际机构协商一致之前 不得擅自启动核废水排放入海 那么中国方面将继续从国际社会一道 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呢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在回答凤凰网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就说喝了也不能够证明 也不能科学的证明核废水的安全 所以呢决定不喝 因为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 日本方面的一些官员呢就表示 就是说之前就吹牛啊 这个核废水安全 那么已经到了可以喝 就是饮用水的这个程度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奇怪的啊 如果已经到了饮用水的程度 那很简单呀 对吧 日本你可以把它这个打包成矿泉水 你就是送到社区 或者送到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需要水的地方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生活用品啊 对不对 或者说呢 你如果觉得喝不放心的话 反正你觉得是安全的嘛 那你就做饭也行啊 或者你洗衣服啊 或者是你去农田进行灌溉 对不对 或者干脆一点 你要如果简单 你就排放在日本国内 不是有很多江湖河流吗 那我也去过日本呢 那日本其实也是这个河流 这个河流湖泊也是很多的呀 你直接倒进去不就好了吗 这也没什么呀 对不对 反正你是觉得安全嘛 那你一方面呢 又是安全的 你就倒在自己国内的河流里面 或者是这个浇灌农作物 那么你就不要排到海里面去呀 你毕竟你排到海里去 其他国家不放心 对不对 你这个以灵为贺呀 你这个你这样做的话 既然其他国家不放心 那么你干嘛要去 这个让别人心里面不舒服呢 对不对 你就自己把它处理掉嘛 你喝掉也行 灌溉也行 这个当做生活用水也行 你再不济你作为工业用水也行呀 反正不管怎样 你是可以去进行处理掉的呀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那么在之前不久呢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呢 发言人他就强烈的批评说 你这个日本的河飞水啊 你排入入 排到海里当海里面 是非常不负责任 所以呢 对这件事情呢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这个加藤慎慎 在周四的时候 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他就说 他呢就不愿意直接回应 他只是再三的强调 日本即将排放的 废水辐射量 是世界卫生组织 饮用水的七分之一 那么记者就问了 说你这个日本的副首相 兼这个财务大臣 麻生太郎 之前就说过呀 这些废水喝了没问题的 那么加藤呢就回应说 虽然这个有这种说法啊 或者是说法不同 但是麻生的用意是指 废水满足饮用水标准 但他又不愿意直接回答 废水是不是能喝 你既然说符合了 你用水的标准 那么你就干脆一点能喝 对吧 一排人站在一起 日本的首相菅英伟 加上麻生 加上其他一些官员 你就一起喝呗 对不对 你就要证明呀 那么日本的官员就说了 就算我喝了 对吧 那又怎样呢 也不能科学的证明 废水就安全呀 所以呢 我们没必要喝 那讲白了就是怂 对不对 你就是害怕嘛 不愿意嘛 那么既然你害怕 你不愿意 那么你就是排到大海里面去 去祸害其他国家 祸害海洋环境 祸害这个海洋生物 那你这样做 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吗 对不对 显然也有一些人说 哎呀 日本都说了符合标准 那么你这个符合标准 是你自己说了就算吗 你说符合标准 就符合标准吗 那么为什么 你的邻居们 你既然如果你客观的做的话 你的邻居们 对吧 这个中国呀 这个韩国呀 反正周边海域的 包括太平洋的一些岛国 大家成立一个科学工作组 对不对 大家一起都有仪器嘛 这也不是什么多高科技的 一起测一测 测出来结果是什么样 那就是什么样 那大家呢 这样都没有话说了 你今天自己去搞一个数据 完了之后呢 又吹牛 说又能喝 自己又不敢喝 然后别人有很多质疑 然后你又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这个就是简然是相当的不负责任 所以日本这样的一种 以灵为赫 去排放核飞水的 这个这件事情呢 也然成了一个人类的公敌 那么我们看 除了日本支持 除了美国支持 而且呢 禁止日本的食品进口之外呢 好像也没有哪个国家会支持 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继续的跟踪 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